拜登在五月的時候要來到亞洲 當然很多人在好奇 美國最近在臺海 尤其兩岸的議題上面 好像故意要高度的 來刺激中國大陸 包括恢復了很久 會停了兩個月的時間 美國的金券通過 臺灣海峽 也包括了另外一件事情 美國的眾議院通過法案 要幫助臺灣成為WHA的這個觀察員 這件事情會讓大家覺得 秀出一個不正常的這個氛圍 好像現在美國 真的是不是因為烏二戰爭拖垮了俄羅斯 所以認為臺海戰爭 如果出現衝突的話 是不是同樣的邏輯 同樣的狀況 也可以拖垮中國 那現在拜登五月來到亞洲的話 有沒有可能閃電的來訪問臺灣 當然這有點腦補 可是想在你這樣刺激 中國的情況之下 好像也不是沒有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現在你說美國要求要臺灣 要增強所謂的不對稱的作戰 那到底我們能如何的不對稱 最關鍵的烏二戰爭裡面 現在最紅的當然是刺針飛彈 但刺針飛彈這個新聞今天出現了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變化 因為現在已經被發現雷神 就是做刺針飛彈的雷神 因為他們的零件不足 雷神其實有好一段時間 因為美國沒有跟他採過刺針飛彈 所以他這個零件的竹膜什麼根本就不見了 他必須要重新再來設計最快最快加緊腳步 也要到二零二三年才有辦法恢復正常的生產 美國專業服務委會的主席博圖就告訴大家說 我們還要陸續在交付 根據統計這一次的戰爭裡面 美國送給烏克蘭的刺針飛彈裡面是一千四百套 聽說雷神的這個執行長已經對外講說我們打開櫃子 一發都沒有 一枚都沒有了 4月20號的時候我們有一個新聞說我們海軍會先拿到監視的刺針飛彈 但我現在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了 其實台灣早在1995年的時候 本來就跟北約已經講好了 都已經快要簽約了 人家都同意了 要賣給台灣高達560枚的刺針飛彈 但最後最後的關頭是誰擋下來 就是美國擋下來的 他說要做生意當然 他說我賺 怎麼可能讓北約來賺 好 你講到不對稱 現在大家很擔心 連我們自己前國防部的這個官員 情言中心的副主任孫秉忠都說 對岸的解放軍有能力 不驚動國際的情況之下 突襲台灣的港口 把我們的港口跟機場都躲下來 所謂的不對稱 就這個 從這個當開端 沒有想到我們外交部長吳釗憲 講到外交部長我們都會遲遇一下 我想說要是入委會還是什麼 這外交部長吳釗憲之子吳迪 他在美國的外交家的這個雜誌裡面 等於說有點告洋狀 跟這個老外講說 這個國民黨最不支持不對稱作戰的 他講了這個話之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4月27號說 他希望可以確認台灣不對稱的戰力 其實不好意思 跟各位觀眾講的事情 2009年的時候馬政府 國民黨政府 就已經有推出了不對稱作戰的 同樣的概念 所以並不是國民黨不要 不要去亂坑這個戰 那有個關鍵我倒是建議無敵 他既然可以跟美國來告洋狀的話 他應該去跟美國人罵 你居然要說支持我們不對稱 你光是一個次針飛彈 你當你為什麼要擋 然後現在告訴我 打開櫃子裡面一枚都沒有 鄭大哥你怎麼看這事情 其實次針飛彈這一陣子 因為俄乌戰爭的關係 美國軍員很多 而且是把他現役的優先給烏克蘭 因此對於美國來講 他自己本身也需要 特別是如果說美俄 如果直接面對發生衝突 或者北約和俄羅斯發生衝突 這些也是他急需的東西 因此卯足的禁藥生產 但我們知道雷神藥生產 不是說我開了門 就可以變出來 他底下很多發包的外包商 因此他要去訂貨 要簽約 這些廠商也要去備料 進行生產 也只是環環相扣 這個是擠不來的 因此我們未來這個飛彈 能夠會延後移交 這也是這個可以想像 當然這拜登這次訪問亞洲 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就是 韓國新總統不是出來了嗎 以錫悅 他的對中美兩國政策 會產生一些調整 我想拜登來 日本是四方會談一個重要的盟國 本來兩邊就有很好的關係 但我認為對於韓國來講 這是第一次 特別是與韓國的新政府 新的總統建立更好的關係 我想北韓近期好像吃了大力丸 頻頻發射飛彈 對區域造成一個危機 北韓問題是一個重點 另外如何應對中國 特別是像供應鏈還有區域一些問題 也是美 韓 磋商的焦點 特是把韓國更緊密的拉到美國的印太戰略裡面 這是符合美國的利益 至於說剛才亞洲有講到不對稱作戰 其實我認為不對稱是國軍建軍一個非常好的思維 事實上國軍過去接觸的不只是不對稱 還有兩個字 創新 創新和不對稱 一直是我們的建軍一個重要方向 其實也很好理解 中國大陸和我們這個國力差距越來越大 現在的這國防差距 國防經費 那他們是我們的16倍以上 因此你用線性的競爭 線性的這個投資其實永遠追不上它 因此要搞所謂的不對稱 但我們過去來建軍 其實說是說不對稱 但很多部分還屬於一個線性的競爭 比如我們買66架F16CD 這飛機是傳統起降 它需要跑道 需要機場 機場有油庫 彈藥庫 這些都是很容易被老共精準飛彈所摧毀的 因此像這種武器就不屬於所謂突發不對稱 而今年我們所通過的2370億台幣的 七項國造武器 我必須說它就屬於一個不對稱 為什麼呢 我們打開裡面品像除了這個天空三型防空飛彈以外 像熊三這個機動型的反艦飛彈 或者像這個劍翔這個反輻射無人攻擊機 這些就屬於一個機動化 不易被攻擊殘存性高 而且它有對對岸的軍事目標實施打擊的能力 而且戰時的時候 像這次俄武戰爭就凸顯了 只要有良好的情思 我們接收美國的情思 你這些攻擊性武器只要殘存 我根據這些情質我們就可以輻射對台海周邊的 像老共的船艦路上的目標實施攻擊 因此這一種才是屬於一個真正所謂的不對稱 因此我認為未來在國軍建築我們要好好審慎 還有加強所謂的不對稱和創新的武器的品項 不要說美國賣我們什麼我們都買 事實上美國賣我們的很多東西 就創新不對稱的思維和角度來看很多是名不服食的 鄭大哥另外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兩岸在討論漢光演習 國台辦的發言人馬曉光他說 臺灣那一點武器漢光演習 連他這個外行人看了 他都看不上 因為水準太低了 當然我們這個這個陸委會馬上回擊 說你這個粗俗不堪的言論 那我們的立委 民進黨立委也罵他說 你都製造自己外行了 你當然會覺得水準不夠 因為你不懂 你不了解 但是講到漢光演習罵的罪凶 其實不是馬曉光 是我們知名的前 他現在還算是台北市黨部主委 不是 他是前台北市黨部主委 他曾經這樣批評過漢光演習 他說漢光演習每年最大場的表演 甚至他說也不過就是一場聲光秀 順利完成表演就是達成任務 他認為我們的漢光演習都沒有辦法 接近實戰實際的狀況 只是要做給長官看而已 當時人家甚至想說你是小英男孩 三軍統帥就是蔡英文的 小英男孩居然去罵蔡英文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當時很多人還有罵他 連國防部長都認為說你講話 這個是根本是渣男的這個言論 所以大家想說 到底是我們吳英龍講的對 還是馬曉光講的對 還是陸委會講的對 鄭大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漢光演習是國軍 嚴度性最重要的軍演 而且我們從過去來都是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變腦兵推 就是模擬根據一些重要的參數 比如共軍和國軍相關武器兵力的參數 然後進行一個電腦上的這個模擬 而且在過程裡面 他會這個弄出很多假設的狀況 怎麼去應急處置 怎麼下決心 其實是對國軍作戰指導和這個 危機應變 這是很好的訓練 當然第二階段就是 時兵操演 通常是一個禮拜 這個五天四夜 這樣的一個時兵操演 我認為吳英農講的 可能是針對一些表演性質 比如說聯合反登陸 這個火炮戰機 戰艦 各種戰甲車 這個就是射擊 看起來很好看 但事實上這只是漢光演習 年度演習 時兵演練裡面其中一環 我們知道 每年漢光這種演習 時兵演習 他通常有二十幾項 而且我個人就專業的評估 我認為他越來越貼近實戰 比如說在這個 我們這幾年看到最多 就是戰力保存 戰力防護 這是什麼概念 這就是台海一旦發生衝突的時候 國軍要如何保存自己的實力 通過偽裝 兵力轉移 還是再把這個兵力 躲藏於什麼 像這幾年有躲在這個高架橋底下 有躲在這個地下道裡面 做某種兵力轉移 而且飛彈部隊接獲命令 就到預備陣地 或者準備這個接戰陣地 進行一個機動部署 這些對於部隊來講 都是通過時兵去練兵 而且熟練戰技的一個好的機會 而且這些 我們除了這個第一線部隊以外 我們也逐步增加像後備部隊 教招員相關的參與 這對於我們這個彌補第一線部隊 強化後備戰力 而且這個長備和後備結合 我認為都是很好的體驗和經驗 也因此說漢光演習是純粹是表演 我認為這個可能就演 這個非常演過其實 事實上這些士兵演習 我認為他對於國軍的整個戰役的幫助 還是非常好的 烏爾戰爭裡面有很多事情 讓人家匪夷所思 當然五天之前 也就大概六天之前 在俄羅斯有發生了兩個非常離奇的火警 當天當時大家都說這火警來得非常突然 但現在抽絲剝繭慢慢地發現 這火警太多的疑點了 現在甚至倒下了 是不是普京故意借著這個火警 來做政治上的一個鬥爭 把這些貪污的人給鬥下來 先講一下這兩場火警之前 是普京先發射了所謂世界最強的導彈 要向西方世界來示威 但有一說說可能是發射的過程中不勝理想 讓普京看出了其中的破綻 認為中間有人動了手腳貪污 所以來看到這個火警裡面 四月二十一號 特維爾市國防部第二中央研究大樓起火 換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台灣的話 大家應該都聽過中科院吧 中科院研發飛彈的單位 他們的辦公大樓裡面起火 同樣的這個概念 這樣講大家感覺會比較直接 突然發生了一個火警 這個火警非常詭異 它不是在實驗室 並沒有武器 也沒有化學的實驗室 是一般的辦公大樓 那地點就在這棟大樓裡面 二樓發生了火警 火蛇串出來 燒得非常大 燒了總共二十個小時 裡面只是辦公 沒有武器 沒有化學的敏感這些危險物質 為什麼會燒這麼久 甚至官方對外講說 它就是電線太老舊 電路故障 台灣來講就是電線走火 一個電線走火居然會燒了二十小時 在一個辦公大樓 不是實驗室 這不是很弔詭 不是很詭異嗎 那這個所謂的實驗研究所 專門負責什麼 就是專門負責火箭太空船 包括空軍的火彈 這個飛彈還有包括太空任務的 這些所謂的太空船 全部都算在這裡面 所以他們非常主要的主力飛彈 伊斯坦德爾 還有包括S400 都是在這一個地方來進行設計的 那隔不到一兩個小時 在另外一個地方 號稱俄羅斯全國最大的化學製造廠 他也發生了一個離奇的火災 那他主要是負責化學跟實化的產品 用於這個油漆橡膠等等 他的通路是行銷到全世界各地了 所以讓人家覺得非常吊詭 這個兩個火警來得非常突然 來做一個相對比的 2020年我們的中科院大樹院區 當時是在做火箭的推進劑 等於說有化學的 比較高危險的這個實驗 突然爆炸了 導致四個人重傷 那這個火警是當天晚上七點十分發生的 但他很快在當天七點三十分 整個火勢只有延燒二十分鐘 立刻的就把它迅速把它撲滅了 大家都知道這些高敏的地方裡面 他們都有非常強度的做防火的這些設施 怎麼可能在俄羅斯 這樣更講究防火的地方 會燒了將近二十小時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也知道說 S這個四月二十號 也就是他之前發射了 我剛剛講全世界最強的這個飛彈 是不是因為整個發射的過程當中 讓普京發現說 有人在裡面這個手腳已經髒掉了 所以他要滅陣 你有另外一種可能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太空任務 三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當俄羅斯的官方希望說 俄羅斯跟美國的太空人要割袍斷意 要不可以再合作下去了 但是因為他們講歸講 沒有想到後來太空的合作 還是合作無間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事情惹惱了普京 兵哥 首先太空人這個東西 我認為這應該是普丁做的決定 雖然表面上就是美俄在互相嗆瞎 可是畢竟太空的領域 目前雙方還是一團和氣 也沒有必要把這個糾紛惹到太空裡頭去 而且現在前蘇聯留下來的俄羅斯 這個國際太空戰是唯一的太空戰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們的太空人會這樣做 而且直接把這個指揮權移交給美國 這應該是普丁有知道這件事情 有受益的 不然我相信一個太空人 他也不敢隨便這樣做 這樣做他還不回地球 所以這個應該是 早就他們自己預料好了 可是問題是最近俄羅斯 發生太多奇怪的事情 你看普丁的一些過去跟他是好朋友 或是跟他密切關係的一些大富翁 莫名其妙的就死掉 然後現在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又出現這樣大火釀成這麼大的災難 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俄羅斯最重要的研究機構之一 像任何一個重要的研究機構 他不要說平常的消防理演練也好 他什麼東西 他的安全保護應該都是最高階的 你可以想像 假設今天總統府出了一個失火的狀況之後 延燒十個小時 你相信有這種狀況嗎 他還燒二十個小時 對 所以這個我個人認為 這絕對有人為的因素在裡頭 那當然是不是要滅政 這恐怕還有進一步的證據 可是從這一次烏俄戰爭 我們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一點就是 俄羅斯的核彈的實力到底如何 我們不曉得 可是他在傳統武力 顯然衰弱了非常非常多 遠不是他前蘇聯時代可比 而且我們都知道 從前蘇聯瓦解之後 俄羅斯軍方一度陷入困境 因為完全沒有經費 然後大家也各自沒生路 他們的薪水相比 世界其他各國的軍人來講 又是超級的低 所以後來俄羅斯的這些軍隊 在幹什麼 就是盜賣軍火 就是用這樣去賺取很多錢 所以很多人後來 一個一個變富翁 大家如果有看電影 《軍火之王》 那很多武器就會這樣出來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的時候 會不會這長期以來 已經變成俄羅斯軍隊 裡頭的一種傳統 也就是對七上蠻下 對上面一直不斷的宣稱 自己很厲害很強 然後在俄羅斯開戰之前 給了普丁非常大的信心 認為說 讓他以為說 俄羅斯的軍隊 有辦法很快 碾壓烏克蘭的軍隊 結果沒想到 真的一打了之後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那普丁發覺說 軍隊裡頭可能有人在搞鬼 然後現在開始要徹查這些東西 那既然普丁真的要查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開始緊張了 是不是很多東西要趕快淹滅掉 那所以有一些可能知情人 可能就會莫名其妙的死亡 那可能有一些 不應該被看到的資料 就會因為火災 因為什麼東西消失掉 那實際上就好像台灣 每一次那個 只要一旦被認定 是古蹟的東西 都很快就會失火 這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 然後失火之後就改建了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俄羅斯是不是真的 在出現這種情況 以現在這麼密集平方的 發生各種各樣奇怪的 意外的情況下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蠻高的 當然這個兵哥 我相信這個另外補充一件事情 四月十號的時候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第五處處長 貝塞達這一位 他講了一句非常弔詭的話 他說烏克蘭人會非常歡迎 俄羅斯入侵 結果他現在被關進 用拷打政治犯文明的監獄 叫做列弗爾托沃監獄 所以現在在調查說 普京在查這些軍方高層 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甚至還傳出 他們的陸軍還有包括海軍 一整批高層的人員 都已經被他們的聯邦安全局 給逮捕 那之前最早的時候 還講說 聯邦安全局裡面的高層 要政變 要把普京給他倒下來 可是當然大家熟悉 整個過程都知道 聯邦安全局是普京 一個人一手把他拉拔大的 怎麼可能會被他鬥下來 兵哥你怎麼看這個 我覺得現在他們被診數 是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可能在戰前 一直不斷地說大話 去給普丁畫大餅 告訴普丁說 我們戰無不勝 我們一下就輾壓過去 結果一打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害了俄軍傷亡慘重 那普京要追究他的責任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更可怕 什麼呢 也就是很明顯的 這一次在俄羅斯的軍隊 有非常多的內鬼 把很多俄羅斯的 相關的重要情報 其實都提供給西方人 所以才造成俄軍 在很多的戰事都陷入膠著 甚至完全不如自己的預期 所以我覺得普丁 現在大力的整頓 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 是要抓部隊頭的內鬼 包括是跟烏克蘭接觸 甚至是包括跟西方人接觸 因為如果你不把這些 趕快整肅的話 俄軍想要在烏克蘭 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我看基本上是非常困難 鄭大哥我請教一下 在你跑軍事新聞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去過很多次中科院 尤其這些高度敏感的地方 你能想像嗎 在俄羅斯 相當於我們中科院的地方 專門研發飛彈的地方 會發生大火 然後只是因為他的電線走火 一燒燒二十小時 那根據我掌握的資料裡面 這個救護車 包括消防車 總共拍出了兩百四十輛 這樣的大批陣仗 居然還要花二十個小時 才有辦法撲滅 然後造成七死三十傷 這合理嗎 其實俄羅斯的軍工廠 我認為他很多設備老舊 這是確實 特別是他很多是 這個沿襲前蘇聯的一個資產 但其實蘇聯解體以後 其實俄軍在軍費上非常短缺 而且過去以來 俄軍在發展的側重的重點 是在戰略核武 原始他搞出新一代的核潛艦 戰略飛彈前 有新一代的前射飛彈 陸基飛彈最近是薩爾瑪特 是他最新的車 之前還有像這個雅爾斯 白羊M 他都是不斷更新換代 但相對來講 他傳統的軍力進展就比較有限 他傳統軍力像新的戰機 戰甲車或者坦克 也是這十年才賣油賣天然氣 賺荷包買賣 才有能力去給他現代化 但總體來講 他的軍工廠我認為 因為軍費優先次序的關係 他比較不會用在相關設備的更新 更何況你設備老舊 本身就容易產生這種公安的風險 但是比較吊詭的就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發生起火或者爆炸 他的廠房是什麼樣型態的廠房 面積多大 但總體來講 可以燒個十幾個小時 這是不可思議的 畢竟你的民防單位 本身應該有一定的能量 特別對於這些軍火工業的 相關的公安的 或者造成相關災害的 搶救的能力 應該是有的 因此對於他後續的處理 我本身認為 其中裡面 吊詭的地方確實很多 美軍透過衛星拍到了 俄羅斯派出了海豚大隊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